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计在2013年就将完工 每年将可以实现从缅甸输送多达1200万吨的原油和12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到中国 自基地组织头目拉登在巴基斯坦被击毙后 当地的塔利班武装对军警一连发动了两次的袭击 5月22号晚 巴基斯坦卡拉奇军事基地受到了塔利班的武装袭击 双方激战了16个小时后 军方从塔利班手中重夺基地 但是民众普遍对军队的保安能力有所保留 竟然能被6名武装分子突击成功 而在激战中 共有10名士兵被打死 20多名受伤 6名武装分子有2名逃脱 5月25号清晨 巴基斯坦边境城市白沙瓦的警察局 发生了汽车炸弹袭击 爆炸打致警察局倒塌 至少5名警员死亡 30人受伤 当局指武装分子驾驶在门炸药的汽车撞向警察局的大闸 汽车随后爆炸 附近的居民透露 爆炸威力巨大 周围多座建筑物都受到了损坏 以门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24号再度在首都萨纳爆发基站 以门最大部落哈希德的武装部队 袭击了萨纳的数座政府大楼 并在市中心设置路障 与政府军发生激烈的交火 据报道冲突造成了至少65人死亡 数百人受伤 以门总统萨利赫虽然表示愿意下台 但是前提是要有对话的和平框架 他指出反对派的行为是要将国家投入内战 而他也极力反对外来势力的干预 序量政府继续武装镇压示威者 至今已造成了近一千人死亡 由几百名民众为日前被军警杀害的 其中八名示威者举病 在送上队伍前往市区公务途中 突然遭到密集的枪弹袭击 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说 这种枪击事件造成了数十人死伤 而在持续近两个月反总统巴刹尔的运动中 至少有900人被杀害 巴刹尔政府一直坚称是非法武装组织在发动袭击 欧盟称将会冻结叙利亚总统和九名高官的海外资产 以及禁止他们踏足欧盟成员国 五粮春时事亮亮点 由五粮春赞助播出 相遂人间三千年 名门之秀五粮春 今天的梦然回首 我们的主题是 奥巴马要推行中东新政 但是遭到了以色列的强力反抗 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在美国国务院发表的新中东政策演讲后 随即引来了以色列的强烈反对 此日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约90分钟的会谈 也不欢而散 奥巴马在新中东政策演讲中 阐述了美国对中东地区政治的看法和应对之道 并为后阿拉伯时代勾画了蓝图 其中他表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边界 要以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的分界为基础 他此话一出 随即便引起了以色列以及整个犹太人社会的强烈抗议 奥巴马马上做出解释 表明美国一直以来都支持以色列 并强调以后也将一如既往的承诺 对以色列的安全义务等等 不过在特拉维夫 仍有几百人到美国大使馆抗议 指责奥巴马的言论等于让以色列自杀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表示 以色列愿意为实现和平做出痛苦的妥协 但是以色列的边界不可能后退到1967年的范围 因为如果跨至第三次中东战争前的界限 会令以色列无险可守 成为容易攻击的目标 而中东和平的进程也会倒退几十年 除此以外 内塔尼亚胡此次美国行在美国国会做的演讲也相当瞩目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此次讲话期间 够赢得美国议员29次的鼓掌和喝彩 比奥巴马发表2011年国情咨问演讲时 获得的掌声更多更热烈 其中赢得鼓掌喝彩时间最长的一次 是内塔尼亚胡直接针对奥巴马的回应 内塔尼亚胡称 以色列绝不会退到1967年那个站不住脚的边境线 按照1967年的边境线 以色列国土只有15公里宽 巴勒斯坦方面则表示 内塔尼亚胡的讲话已经表明 以色列并非和平伙伴 暗示重返谈判都无意义 巴勒斯坦也将会在联合国推动建国 上星期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发表了他的关于中东问题的演讲 之后他就在白宫会见了来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这个时间点当然都是精心计算好的 但是他和内塔尼亚胡实际上是谈得不欢而散 从会后两个人见记者的时候 肢体语言都看得非常清楚 西方媒体都关注到了 那么然后奥巴马就去了先去爱尔兰 到爱尔兰去寻根 寻他母亲那边的根 他大概灾人期间都不会到肯尼亚去寻他父亲的根了 然后又从爱尔兰去了伦敦 在伦敦 也就是他在伦敦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说 几乎同时吧 那么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发表了一个演说 内塔尼亚胡一个小国 以色列这样一个小国的这个总理 他在美国的这个最高这个立法机构啊 国会发表的这个演说 所获得的这个掌声之热烈 议员们站立 起立这个喝彩的这个次数之多呢 超过了美国总统奥巴马 而且在美国呢 也并不常见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 而奥巴马总统本人呢 在英国国会 他受到了英国这个朝野热烈的这个欢迎 包括英国女王很给他面子 英国国国会也很给他面子 但是呢英国人可能是一种绅士作风吧 英国的议员们一共鼓掌 对奥巴马演说的时候 英国国会议员鼓掌三次啊 也没有起立欢呼 我想这倒不是说他们不 他们仅仅是礼貌 不完全之下 我想还是英国的议员们比较含蓄啊 这是一美国议员可能比较比较奔放吧 但是你看 奥巴马作为美国总统 他发表演说 那么结果呢 遭到了一个小国的总理的批评 而这个小国总理正是在他自己 美国的国会发表这个演说 而又遭到了 又受到了美国国会议员的热烈的喝彩和欢迎 这说明什么呢 很简单 就是奥巴马的这个中东新册 特别是未来 以色列和巴基斯坦国的这个边界 应该到以六七年这个国界边界线为准 这一点行不通 因为以色列反对 以色列反对 所以美国的犹太全是集团反对 然后我们看美国国会议员的绝大部分吧 绝大部分都是不停的在外 为这个内塔尼亚胡这个鼓掌 或者是战力喝彩 那么理论上来说 美国的国会议员代表什么人呢 代表的是美国的老百姓 那么所以也可以说 美国的老百姓通过美国的这个议员 表示支持内塔尼亚胡 而内塔尼亚胡毫不含糊的说 虽然他没有直接这样说 但是实际上的意思非常明确的 总统先生 你说的六七年边界线 作为一个未来巴以立国的这个基础 这一点做不到 以色列强烈反对 对于这样一个小国的反对 奥巴马的反应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在羞辱奥巴马 但是奥巴马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羞辱 他虽然是一个美国总统 但是他不能不看到 美国社会的这个现实 不能不看到美国的国家利益 不能不看到这个犹太权势集团 在美国的强大的这个力量和影响 就内塔尼亚胡本人来说 他半个美国人 他在美国住了二十几年 那一口英文讲出来 根本你不会想到 他是一个外国人 当然这样的犹太人 在美国是很多的 所以我们看啊 以色列当然有他的这个道理 如果让以色列回到一九六七年 之前的那个边界的话 以色列的安全确实是没有保障 所以就这点来说 那个以色列从来是把自己的生存 和安全放在第一位的 而在美国的那些犹太 犹太这个权势集团 还有其他很多的这个美国人 也是无条件的支持 以色列的这一立场的 所以奥巴马 从这点来看 我都没有办法判断 他究竟是出于真心 我觉得这点可能还是比较准确 他因为他的这个穆斯林背景 他还是很比美国任何总统 更容易了解巴勒斯坦人建国 以及这个以色列以巴冲突的 在国际法上的这些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呢 他却缺乏其他那些白人总统 那种出自内心的 那种对以色列的同情 对以色列的这个支持 而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太人 对此些人也看得很清楚 其实奥巴马一上台开始 以色列的舆论 也包括这个内塔尼亚胡 从来不掩饰 他们对奥巴马的这个轻视 他们对奥巴马的这个藐视 这次终于公开爆发出来了 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巴勒斯坦建国呢 其实呢还是遥遥无期的 还是非常困难的 一个是虽然哈马斯和发塔赫 已经实现了民族和解 但是哈马斯仍然拒绝承认 以色列这个生存权 以色列是一个小而强大的国家 他的生存 其实不需要哈马斯的这个承认 他的生存是一个活生生的这个现实 巴勒斯坦人啊 我们说哈马斯 你你没有办法任何办法 把以色列从这个地图上 把它消灭 可是另一方面呢 以色列也抓住了哈马斯的 这个强硬的这个态度 那么拒绝回到